比羊粪鸡粪还要好的肥料 养花不懂用这个 那么您就太浪费了 哈喽大家好 我是佛山二花酱 熟悉我的朋友都知道 我在家里养了几只荷兰猪 有朋友就问我 养这个荷兰猪为了啥 是为了煮个汤做个菜吗 错了 我养荷兰猪 其实就为了它的粪便 虽然荷兰猪叫猪 其实它是一种老鼠 这小家口吃的特别多 当然拉的也特别多 很多朋友喜欢在家里养几只兔子 喂的也是它的粪便 其实荷兰猪我觉得 这家口比兔子还要好养 最重要它吃的量真的很大 而且它对食物基本上没什么要求 如果是草类 水果 瓜果 红薯 这些都可以拿来养 但是我养荷兰猪 除了刚才给它吃的那些 我最重要为它吃的是这个东西 您知道这个是什么吗 这个是香蕉的嫩叶 我在地里面 我家的地里面有十多亩的香蕉 然后每三天左右 我会去地里面割一批香蕉的叶子回来 我们都知道香蕉皮里面含有非常丰富的甲元素 还有其他的元素成分 是不是啊 但是呢 这些香蕉皮呢 想要弄出它的营养给植物吸收呢 我们需要发酵 但是呢 用荷兰猪的方法呢 可以非常简单的 让香蕉叶子里面的甲元素 更简单的溶解出来 变成一种肥料 可以让植物所吸收 你看这几个小家口 虽然很怕人呢 但是胃口真的很好 每天呢 我都会弄些这样子的香蕉叶子 然后给它吃 结果呢 您会发现呢 不仅是叶子 连中间那条那么粗的梗呢 它也会消灭掉 然后呢 变成荷兰猪粪便 虽然是有点脏 但是呢 我觉得这个对比那个鸡粪 还有羊粪来说 我觉得这个已经是可以接受的 荷兰猪的粪便呢 其实不用怎么处理 我们只需要把它简单的收集起来 放在太阳底下 晒上几天 让这里面的细菌呢 全部被消灭掉 我们就可以拿来养花 由于荷兰猪吃的全部是蔬菜 基本上是菜叶子 菜渣 瓜果 还有偶尔吃点米饭 所以这里面其实是不含有盐 或者其他有害成分呢 我们都知道鸡粪里面最麻烦的就是里面的盐粪 还有就是有害成分 但是这里面是什么都没有的 当然有朋友可能会说 我在家里没有这个荷兰猪怎么办 其实你也可以养几只兔子 兔子那个吃的量 还有那个拉的粪便量呢 都是特别大的 这家果呢 跟荷兰猪一样 都是吃的多 拉的也多 如果你在家养 想这个收集点有机肥的话 我觉得兔子跟荷兰猪都是很好的爽的 最重要是这个家果基本上不吃昆了 然后您会发现 弄出来的肥料 我们只需要很简单的处理 就可以拿来养花 这个比鸡粪呢 可是真的好很多很多 唯一麻烦的事情呢 就是这个帮家果的吃的太多了 所以非常的脏 您看 我是拿个古龙来养这个荷兰猪的 然后下面那个粪便的量 您猜猜这里的是多少 我刚才拿起来拎了一下 这个在一般 这个是半个月左右的粪便 然后呢 我称了一下 大概重量应该是在十斤左右 您想一下 这么大一个量啊 所以养花 其实有真的不需要买肥料 养几只荷兰猪就够了 由于荷兰猪吃的主要是香蕉的叶子 还有一些瓜果蔬菜 所以它的粪便里面还有大量的甲肥 蛋肥 还有各种的那个微量 中微量元素 所以拿它来养花 你会发现呢 比外面买的肥料还要好 最重要是这个天然环保 基本上是没什么细菌 所以养花用这种肥料就可以了 好了 今天简单介绍到这里 如果你养花缺少什么肥料的话 我建议你养一只兔子 或者养两只荷兰猪就行了 我是佛山和花匠 感谢大家 拜拜 拜拜